这些青色涟漪看似寻常 蕴含的力量却可怕的惊人 前方的陨石无论大小 和其一碰立刻就蒸发消失 连降低青色巨琴的飞行的速度也做不到 那些冰雪风暴 雷云黑洞等等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只要和其身体一碰 便纷纷瓦解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韩丽对青色巨琴的神通在此心肾一震 他已经不止一次见识大罗巅峰修士的神通了 这种相当于倒数镜最强大的存在 举手投足间便可以将一方仙玉搅得天翻地覆 今日如此近距离的切身感受 更是让他感受到了天欠般的差距 韩丽轻吐一口气 盘膝坐了下来 收敛心神 默默运功 天外虚空这里虽然危险无比 但是各种天地元气却非常浓郁 很适合修炼 而小白则继续催动白色的布袋 不易乐乎地收取着附近的矿石材料 青色巨琴载着韩丽 与小白向前飞去 转眼间过了大半个时辰 就在此刻前方天地一暗 仿佛突然夜幕降临一般 修炼中的韩丽有所感应 睁开眼睛 定睛向前望去 眉梢一挑 前方突然变得暗淡 并非是此处的天外虚空 有昼夜变化 而是因为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团 巨大无比的黑云 潮水般的席卷而来 黑云翻滚不已 里面隐约能看到各种影子闪动 显得诡异无比 这是什么呀 小白也注意到前方的异样 他停止了收取矿石 满脸惊讶之色地向前望着 青色巨琴的声音传来 这是天魔云 乃是狱外天魔凝聚而成之物 似有形而始无至 且无法被消灭 算是天外空间内最大的危险 你们两个小心一些 尤其是韩小有你 韩丽心中一灵 但是不等他说些什么 青色巨琴已经一头扎进了黑云之中 韩丽身周一冷 仿佛被浸泡在冷水里 周围一片漆黑 身下的青色巨琴 还有旁边的小白也看不太清楚了 韩丽来不及多想啊 急忙运转时间法则 就在此刻一股无形的波动 从附近的黑暗中涌出 笼罩住了他 不等韩丽做出反应 周围景色瞬间大变 韩丽便觉得自己出现在一个灰蒙蒙的空间里 青色巨琴 还有小白都瞬间消失不见了 韩丽眉头皱起 口中喃喃说道 心魔空间 炼神术早已催动 石海内一片清凉之感 升腾而起 前方空间 目的黑影一闪 一个黑衣少女 亮亮呛呛呛地飞了过来 赫然正是南宫丸 她发病散乱 仓皇而逃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往后面追赶 父亲 快救我 我已经恢复了记忆 路回天的那些人在后面追我 他们要把我抓走 送到天庭去 快救我 南宫丸发出尖锐的呼喊之声 满脸梨花带雨 让人一看就为之心痛 而韩丽看着南宫丸 面色平静地说道 你后面并没有人在追赶 夫君 我好害怕 南宫丸眨眼间 到了韩丽跟前 一副惊惧至极的 小鸟依人的模样 扑向韩丽的怀里 韩丽眼中露出一丝 古怪的神色 眼看南宫丸 就要扑进他怀里的时候 韩丽眼中寒芒一闪 一抬手 一道粗大的金色雷光 悄无声息从手上射出 一闪即逝 从南宫丸胸前洞穿而过 打出了一个血洞 南宫丸口中鲜血 蜂拥而出 难以置信地看着韩丽 不 不君 你 确实是很逼真的换术 不过可惜 对我没有用 韩丽面色淡然 五指骤然一分 金色雷光随之一分为五 并且朝着四面八方 爆射开去 一下子将南宫丸的郊区 撕裂成好几块 南宫丸惨叫一声 随即化作一股黑烟消失 周围的灰色空间 一闪消散 韩丽重新回到了青涩剧情的背上 他松了一口气 眉头又立刻皱了起来 虽然他斩杀了刚刚的心魔 但是镇压在体内的恶尸突然躁动 并且让他心底 犯起了一股强烈的嗜血杀戮的恶念 韩丽急忙运转神石和大五行幻视觉 尝试压下心底的恶念 铁膜竟然可以影响到恶事 看来这就是月免让我小心的原因吧 不等韩丽把心中的恶念压下 又有一股无形的波动出现 不知从何处袭来 韩丽眼前景色一变 出现在了一个紫色空间内 一个身姿窈窈窕的紫衫身影 正翘生生地站在此处背对着他 虽然看不清容貌 不过韩丽还是依然认出此人正是紫灵 他眉头微皱 身形飞射向前抬手一挥 一道粗大的雷光从掌心中射出 以披山之势朝着紫灵当头斩下 但是紫灵身形一晃 瞬间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凭空出现在数十丈外 让韩丽这一击斩了个空 紫灵此刻也转过身 翘脸上满是惊怒之色 质问说道 韩丽眉头微皱 两手连连挥舞 一道道金色雷电飞射而出 痴痴电芒窜动之间 凝聚成一张巨大的金色雷网 方圆数十里都在这金色雷网的笼罩范围内 金色雷网电芒闪动 朝着紫灵迅疾无比的照下 带出一道道迷蒙的残影 速度之快 连大罗镜修饰 也未必反应过来 但是紫灵的身形再次一晃 仿佛顺一般离开了金色雷网的范围 不过紫灵这次 没能完全躲开韩丽的攻击 右臂被雷网擦了一下 右手的衣衫爆裂 手臂上鲜血淋漓而出 紫灵的眼中沁满泪水 脸上露出惨痛无比的神情 看来你是真的想要杀了我 我这么多年来刻苦修炼 一心一意 只为了能飞上仙果 和你双宿双气 同修大道 想不到 非但等来的是一场空 还要被心爱之人追杀 韩丽虽然明知道眼前的紫灵 是天魔所化 但听到这番言语 心中却仍旧泛起道道涟漪 不过它并未因此影响心智 身上的金光大盛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